填乘坐,太阳在十二宫,你需要休息,不仅是修养身心,还是修养大脑,都是一个既需要休息,又需要去思考过去的一个过程。 关于你过去一年的工作和生活,工作中的你达到了一个怎样的状态,什么样的位置,未来的你该要如何更好的前行。 总结过去,重塑未来是这阶段的重要一期,而如今当你想要去做一些规划的时候,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扫除障碍,那些让你无法前行的理由,那些让你一直固化的思维,和格局以及对某人某段关系的依赖。 如果你有负债,负债应该成为你的动力,如果你是年轻的天成,负债应该房产,但是这也是必须你赚钱的动力,你从来不会缺乏面对黑暗的勇气,以前是,现在是,以后也会是,怎样摆脱那些黑暗的力量呢? 懂得舍,才有得,务实是根本,舍得是轮回。 如果你有忽略已久的关系问题,比如那些已经破裂的感情关系,家庭关系等,这一段时间你应该会思考出一个结局,心疼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